什麼這樣的情況下是 我們會認為這差距太大了 就是差距在兩年以上 你人才八歲 但是古靈已經十歲半快十一歲 像這樣的落差我們就覺得 雖然你是今天第一次來看我們 可是在還沒有來看我們 之前的某一段時間 青春期其實已經悄悄的啟動了 所以這個就是要趕快來 彌補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會做一個抽血檢查 抽血檢查最主要是看荷爾蒙 因為在青春期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荷爾蒙是會起起伏伏的 這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 我們也會做骨盆腔的超櫻波 最主要是要看 它是不是子宮卵巢在發育了 然後也要看有一些腫瘤 有一些腫瘤 它是會分泌荷爾蒙的腫瘤 它造成的不是中樞型的 中樞型通常都是我們是指在 腦袋裡面的才是中樞型 那在腹腔引起的 它其實它並沒有進入青春期 它的鬧鐘設定的還是在原來的時間 可是因為這個腫瘤 它分泌了大量的 假設我們說它分泌了大量的 女性荷爾蒙的話 它這些女性荷爾蒙會去刺激 我們身上的這些器官 然後造成一個假性的這個 這個青春期啟動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這些檢查 那如果是最後的一個腦部的 那當然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男生如果是中樞型的青春期 我們一定是要 中樞型的性早熟 我們一定要是要排除 他腦部是不是哪裡長了腫瘤 或怎麼樣 一定要把它排除掉 不然你治療性早熟 但是你沒有去治療 它原來的那個起始點的話 它常常就是造成一個 醫療上的疏失 對 好 所以這樣看起來 去照古靈 很多家長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帶孩子 去照一下古靈 如果說它一切生長都是正常 你覺得有需要去照古靈嗎 我覺得沒有需要 我覺得沒有需要 因為古靈 雖然X光的暴露是非常少 但是我們覺得 只要你的成長在合理的範圍內 那其實不需要讓你的小孩子 只是為了讓爸爸媽媽安心 讓小孩子去多暴露一支X光 我想那是沒有必要的 那是沒有必要的 好 那我們也是提醒家長 或是電視前面很多的阿公阿嬤 你看 不用太焦慮 但是我們要去關心這個議題 因為這可能是 未來很普遍的一個狀況 那之前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有一個小女生 她現在9歲 她很喜歡吃油炸品 而且她很喜歡吃肥肉 越回越好 然後很喜歡吃這個魚啦 肉啦 或是外面那種手搖杯 所以知道她9歲的時候 就有性早熟 確診是性早熟 那所以飲食跟這個性早熟 之間的關聯性 營養師你怎麼看 其實油炸的東西 不是跟性早熟畫上等號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你攝取的頻率跟分量 不是說這麼的一個頻繁的話 我是覺得 有的時候不用太擔心 但是其實當然 如果你攝取的一個量 或者是幾乎每天 比如說下午就當作 放學的一個點心 那這樣長年累月下來 當然就會 它的量就會比較可觀 所以其實油炸品 當然我們都知道 因為油炸它本身是一個 比較重口味的烹調方式 尤其是它的價格也不會太貴 因為小朋友也沒有太多錢賣 所以相對的它的肉品的一個來源 你就要注意 它可能施打過量的一些荷爾蒙 或生長激素 那當然小朋友直接這樣吃 絕對就會影響到我們體內的荷爾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也包括蘇晶講的 一些比較肥胖的 油炸的東西它本身熱量就高 那當然就會造成我們小朋友 肥胖的一個產生 那脂肪一多 當然體內的荷爾蒙就會受到影響 其實這兩點都是油炸的一個食物 可能會引起性嫁熟的一個原因 還有那個雞皮 對 雞皮肥肉 因為很多施打荷爾蒙的一些殘留 都會是在脂肪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你如果比如炸雞皮 一下子吃太多 或者是有些小朋友 特別喜歡那種肥肉的口感 那當然你攝取到的荷爾蒙 就會比較多 還有就是那個案例裡頭 我記得那個小女生的媽媽說 女生把這個牛奶當作 開水來喝 所以她每天喝的量 其實超過一般的標準的 那這樣就 想牛奶真的過量 也會有問題嗎 這就跟剛才講的那個出爐一樣 就是說 現在有幾種荷爾蒙 人自己的荷爾蒙 還有植物的荷爾蒙 還有動物的荷爾蒙 還有環境的荷爾蒙 那這些東西究竟它到我們身體裡面 會不會跟我們的荷爾蒙受體 發生反應 這是一個重點 比如說以植物性雌激素來講 以異黃銅類 他們會覺得說 它確實 有些研究會認為 它確實會跟我們的 雌激素的受體產生反應 只是它的強度沒有一般 人類的雌激素那麼強 它可能 同樣是接受之後 人類的雌激素受體 如果接受到人類的雌激素 它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反應的話 當它是植物性雌激素 接上去的時候 它可能是30%的反應而已 所以是強度的差異 可是如果這個時候 換了牛的激素呢 或者換了植物的西瓜 讓它吹手術呢 那會不會有 我相信這應該沒有 類似的研究去看說 到底它的反應怎麼樣 可是至少牛奶的問題是 因為它其實確實是 一個很好的營養品 它熱量並不低 它脂肪也很高 除非你喝低脂肪 脂肪很高 脂肪的問題除了熱量之外 剛剛其實都講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它就算不幫它打荷爾蒙 他們因為在植物鏈中 他們本身就會受到環境污染 你以台灣的環境荷爾蒙情況來講 那些東西都留在它的脂肪裡面 而牛奶其實是 油脂還滿豐富的食品 你吃太多 一樣就是在喝太多油嗎 其實任何東西你都不要過量 我覺得均衡是最重要的 牛奶也是很好的一個鈣 跟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我覺得學齡齊的兒童 一天喝個一到兩杯牛奶 基本上沒有問題 一到兩杯 兩杯差不多了對不對 大概一杯就是250西桌 不是那種500或者是1000 但是如果你當水喝 那這樣過量其實累積 就會造成問題 就會有一些問題 好 那重金屬 戴耀心的食物 當然在台灣 還是會有的 因為他們之前做一些 針對我們的環境 還有我們食物做一些普查 其實還是多少有 只是濃度能不能接受 因為你記不記得之前 連荷蘭的豬肉 都因為傳出有微量的東西殘留 所以還甚至引起新聞 結果那時候 我們自己在記者室都開玩笑說 那是因為台灣的豬還沒檢查 因為我們的整個環境 當年就是這樣一個污染的環境 所以這些環境中的東西 多少都會留在這些食物裡面 從豬到魚到什麼都可能會有 這是量的問題 是 好 蔬菜水果會不會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呢 比如說如果它的顏色 或者它的一個 明明就不是一個當季的 比如說特別的鮮豔 或者是特別的一個 那個顏色特別漂亮 但是你吃下去的口感 卻是淡而無味 可能它就是打一些 比如說就是激素來刺激它 一個東西明明可能生長發育 要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但是短時間這樣子發展出來 它的風味營養價值就會比較低 你可能就要懷疑說 這樣的外觀看起來很漂亮 重看不重吃的這種水果 是不是施打一些激素 當然還有更重要就是季節性 比如說明明草莓是冬天的 芒果是夏天的 但是現在變成一年四季 好像都吃得到這樣子的水果 你可能就要懷疑說 它是不是添加了一些 比如說催熟劑等等 還有比如說草莓的大小 明明就是應該跟比乒乓酒還小 我覺得好大 對 有些甚至比桃子還要大 你可能就要考慮說 這樣子的一個來源是不是有問題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品種 比如說五子的葡萄 它可能是不是有施打 或噴灑一些激素來改變得 它的一個生長的一個方式 這些都是我們做家長 在選擇蔬菜水果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是 好 所以就是總而言之 我們要鼓勵 我們自己也好 孩子也好 多吃當令當即的食物 它還是最營養最新鮮的吧 農藥最少 然後營養價值最高 可是我剛剛 我想要講一個東西就是 其實會讓植物催熟的東西 不一定是人類的 這所所謂的異黃銅這些 植物性雌激素 比如說我今天要讓一個果子 熟快一點 我可能用的是氣體 比如說乙烯好了 因為它本身會讓它快熟 所以這些所謂的植物的催熟 跟我們印象中的所謂的 植物性的荷爾蒙 其實不是什麼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想說 這東西打下去是不是就讓它熟 也讓我熟 其實這是第一個其實不一定 不過之前真的有一些東西是 大家要注意的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傳出西瓜爆炸事件 就是因為他們打得太多 讓它長得太大的膨大吉 整個在田地裡面就爆炸掉了 可是裡面一切開卻是 都是白白的 都是白白的也不甜 所以就是要選擇 合理長相的水果 是 好 所以像剛才主任有提到說 往往有時候發現 它已經差不多 已經走到青春期的末端了 對 如果走到青春期末端 它還有可能再去逆轉它嗎 因為青春期的末端 跟隨而來的就是 我們成長板會關閉 那成長板一旦關閉 那我們就要宣告成長 所以它關閉就不可逆了喔 有沒有什麼辦法把它打開了 有辦法 可是你不會接受的 我覺得 就是你可以 你成長板是骨頭的兩端 延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那你關閉之後骨頭不再長 長變長你就不會變高嘛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一定要變高 那怎麼辦 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讓它有延長的可能性 是 膝蓋關節 不是 就是把骨頭重新鋸斷 這個地方然後讓它有 這個地方變成新的一個 有成長的機會 這樣在兩邊用拉的 通常一樣的一個手術 你可能要臥床很久 要臥床很久 所以為什麼要做這一集 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有姓早所以要做這個 就是因為其實 在去年前年 中國大陸經濟開始起飛之後 他們就認為找工作 除了你的實力之外長相 他們競爭太激烈 所以除了長相之外 身高也很重要 很多人天生比人家矮 其他東西真的都可以整 但是身高怎麼整 所以他們甚至有那個特別的醫院 有一家我忘記是叫什麼 什麼空軍還什麼醫院 你知道嗎 它那個醫院就專門做這種增高素 他們就形容 它這整個病房裡面一排 大家都躺在那裡幹嘛 就是它腳上就是因為 他們會讓它增高 所以它在腳上要環切 就把骨頭切斷之後 然後固定上兩個金屬套 就是在上下各套金屬套 然後有螺絲 每天它就要強迫螺絲鬆開一點點 就是你骨頭本來 因為被鋸開了 所以它要癒合 它會分泌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等它快長好再把它拉開 強迫它再長 它長好再拉開再長 所以它們有一段時間 就是一直一直拉 慢慢的拉慢慢拉 讓它慢慢長 它那個最多可以拉幾公分 據說有些可以拉到十幾公分 可是你的比例會變很怪 對 而且之前有個台灣 你的腰在這邊 然後腿變長 對 很長